娱乐圈让人一难平的爱情 应该是陈鹤和许静了 两人是青梅竹马的爱情 陈鹤是演员 许静是模特 小说里才有的剧情啊 两人相恋18年 却结婚不到两年就离婚了 陈鹤离婚后 很快就和张子轩结婚了 这速度太快了 很多人怀疑是不是陈鹤出轨 许静才离婚的 张子轩和陈鹤结婚多年 很少秀恩爱 几乎不同况 就算是同况了 也会把张子轩的脸给遮掉的 张子轩好像在减少自己的存在感 不过 张子轩也是一个经济独立的女人 她有自己的服装店 平常没事会自己当模特 拍照片 她的服装店生意还是不错的 其实 她不缺钱 陈鹤有的是钱 但是张子轩挺喜欢当网红的 陈鹤也就随着她去了 两人如今有了两个女儿 陈鹤经常晒女儿 陪女儿一起玩耍 交女儿骑车 陈鹤成为了一个好爸爸 好老公 而许静离婚后 开始满世界的旅游去了 感觉她向往自由 陈鹤渴望有一个家 两人离婚七年 许静在旅游的路上 碰到了一个同样喜欢旅游的外国男友 这个小男友是一个设计师 戴着眼镜 五官俊美 身材高大 长相还挺帅气的 有点像电影里的明星 当时 小男友在盖房子 许静觉得很新奇 在一边看了很久 看见只有她一个人在忙 她也去帮忙盖房子去了 之后两人盖了几个月房子 房子盖好了 感觉还不错 两人经常一起吃饭 然后就在一起了 这免费的劳动力 还赠送了一个女友 这是天下砸下来的大礼吧 许静喜欢旅游 有时候男友要盖房子 没有时间陪她 她会自己去旅游 说实话 经济独立 想去哪玩就去哪玩 这样的生活 挺羡慕的 许静和男友交往多年 还为了她搬去国外生活了 许静和男友的感情很好 许静自拍 男友会在后面搞乱 自己也要入境 许静的男友 性格还挺好的 不过 近日 许静晒自拍 脖子上心爱的纹身 这是她为男友纹的一朵花 在脖子上绽放 这花看起来还挺漂亮的 许静是喜欢小男友的 许静三十岁了 依旧年轻漂亮 和二十多岁的小男友 看起来差不多大 许静喜欢晒自拍 有很多自拍 大家都注意到了 她的无名纸上戴着戒指 许静很多次拍照 都有一无意地秀一下戒指 许静和外国男友交往六年 还挺幸福的 她的生活很随意 不是旅游 就是盖房子 不过 许静一直没有结婚 这个戒指 只是男友送给她的定情信物 许静不想结婚 也挺正常的 毕竟她有一段长达十五年的感情 不是说忘就忘的 这些年 她一直在旅游 也在散心 许静和小男友 也一直没有孩子 两人的二人世界挺好的 许静经常晒自己的生活碎片 整天享受着阳光 许静的小男友还会做饭 懂得浪漫 生活很有品味 平常没事还会和许静一起吃下午茶